哈喽大家好我是Saman 来今天玩我们的神秘箱子 这边的话本来没有要拍这个 这个题目 这边的话我觉得还是跟小班玩玩看 好来这边的话过一个气氛 难得官方有卖一个那个 现在有卖一个那个神秘箱子 我这边的话是刚刚已经有 已经有买了五个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等下跟小班报告 我之前 其实我昨天我是有买 不过这边的话是没有拍影片 然后我有开到 两台10级坦克 一台30B 不过10级的受伤坦克30B 我是已经有了 所以我后来的话是把它卖掉了 然后后来又有 再开到一个那个神秘票券 然后开到这一台 9001来今天的话我们再玩看看 不过基本上它里面的东西的话 我是已经 基本上都是 不是说太需要的 基本上可以算是已经 没有什么是我要的 基本上现在的话剩下 剩下什么 5A的话我没有 N60我也没有 可是我不觉得 运气可以一直那么的好 所以这边的话如果等下 有开到那个神秘票券 它有一个神秘票券 这个嘛 如果等下我开到这个的话 再跟小伙伴看有没有这个运气 基本上 开一个气氛了 我觉得 我们这边的话是玩好玩的 因为我觉得我昨天自己开 没跟小伙伴分享到 我觉得还蛮不好意思的 这边的话我们今天 OK我再玩看看 我们先买刚刚五个箱子嘛 然后我现在的话再补它一个七个 所以是十二个箱子 然后我还有 四千的那个 四千三的金币 来这边的话 来今天的话看一下好不好玩这个 基本上它的奖励的话 它的出车率的话是完全就是 分两个等级 首先你要买这个箱子 然后你买完箱子过后呢 你要先开 你要开到那个神秘票券 它的神秘票券的话是5% 5% 5%的话基本上 在里面这些奖励来说的话 我觉得算是高的 可是前提是你要开到 因为它一次它只会给 很像是两个奖励 两个基本奖励 所以这边的话 你要先开 买了神秘箱子 你还要先开票券 才能 才能开到票券过后 才能去开车子 然后里面的车子的话 我相信就是 小班应该都很熟悉了 它的车子的话基本上 在哪里看啊 OK 它车子这边的话 它神秘票券 里面的车子真的太多了 如果是说 以一个新手来说 如果是说你很多车子都没有 你需要一些 金币坦克 收藏坦克 然后你又不挑的话 神秘箱子的话算是 取得坦克蛮好的途径 它的运气虽然说很高 可是它拿车的机率 也不会说太低啊 来了还是一个玩运气 我们今天要来玩 我们的神秘箱子 这边的话 我开 看一下有没有 我是想要拿金币啊 哎呀漂亮来 500 第一个箱子的话 就回馈我500的金币 OK 500的金币的话 基本上 多少%啊 7.44 我第一个箱子就给我500金 500金的话 就刚刚花了2000 2500 回我500金 那样我只 OK 花了1500而已 来我们这边的话再开 它比 我觉得啦 它比照单全收好玩 来第二个箱子 又是金币 我运气很好耶 OK 箱箱有金币 这边的话 我们继续玩 如果等下 开的金币够多 我这边的话 我就多玩一点 OK 因为基本上 这个是 分享给小伙伴看的 我基本上 神秘箱子的话 我应该是 没有 没有太想要什么的了 因为 最想要的那个 9001 已经 已经是 开到的了 OK 来 现在的话就很正常了 都没有那些金币了 哈哈 它基本上 它的最普通奖励就是 自由经验 这个是肯定有 最最小张的那个 然后 还有那个 自由经验券 就这两种 OK 这两种是最容易开到的 其他的话就是 看运气 最好的奖励就是 哎呀我天哪 又来200 所以这边的话 它回了我 500 600 7 回了我800的金币 来我这边的话 我刚刚是花了2000 2000回800 所以我只花了1200的金币 来这边的话 接着开哦 5张哦 有人运气好 有人运气好的话 基本上 哇哦又是200金币 来 哎多少了 500 500 100 200 200就是 1000了 来回了我1000了 这个还蛮赚的嘛 OK 开金币 如果是说可以开到 开到多少 100 200跟 100 200都还好 500就是赚了 这边的话来我们接着看哦 最后4个了 哎呀你看来运气就是那么的好 OK 我们玩那个神秘箱子 最重要的就是要开这个神秘票券哦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那个什么 再来的话就是那个 金币 金币的话基本上 1500 30005000 OK哦它还有一个 10万金币哦 OK哦你没看错 它10万金币有0.01% 然后还有一个是自由经验 自由经验的话是50万 50万的话是0.04%哦 OK哦你基本上 哎自由经验跟金币还有神秘票券 你能开到三个其中一个都是赚了 这边的话来 等一下我要卖车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神秘票券了 不要冲突哦 因为 哎一下伙伴记得哦 你这个箱子的话 如果是说 你有收藏坦克 你的收藏坦克这边的话 哎他会补偿哦 如果今天你有那个 哎5A或者是30B这些收藏行轮 哎你拿到神秘票券过后 你一定要暂时先把你 他里面现有的收藏坦克 你有的哦 你一定要先卖掉 如果你没卖掉的话 你重复抽到哦 他只赔你六 六百万的那个 银币哦 OK哦这边的话一定要卖掉 因为你抽到车子过后 你直接卖车子是7500的金币 这边的话如果你没有把车子卖掉 你有30B 然后你神秘票券又再抽到一个30B的话 这边的话他只会赔你那个 补偿你600万的那个银币哦 OK哦你就不能卖金币了 所以你这边的话就变相了说你损失7500 所以来小班记得哦 当你开到神秘票券的时候你要去 你要去对一下你里面的那个收藏坦克哦 哎只要是说不要说 不要说十几哦 OK哦像下面一些的话很像也是 哎呀像这些 OK哦这种的话也是收藏坦克 你有拿到你也要暂时先卖掉 后面哦没开到你再把那个车回官方那边去找回你的战车哦 哎这样的话就不会损失一个那个金币啊对 来接着开哎这边的话还有三箱我刚刚是买了几箱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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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然后加一个两箱十二箱而已哦 我看到十二箱的话就有一张那个神秘票券 还蛮赚的OK来这边的话已经算是赚的了 如果等下有再开到那个 OK啊来想远点啊如果等下有开到车子的话 我看到还是收藏坦克的话 这边的话这一波就不亏了 来这边的话我们接着 接着吗 接着开啊不是接着吗 OK来开完了现在的话有一张那个神秘票券 我运气蛮好的来我们这边的话先跟我的那个 先把我的901卖掉不然等下如果是说真的运气好 OK那901又抽到 基本上是亏死了来神秘票券了一张而已 OK要什么车如果是说硬要选的话我觉得是5A 5A我还没有然后N60N60小伙伴想看 121B的话小伙伴也想看 OK来我们这边的话走起 哎呀来K91 这是我不想要的来 这台产客的话我是 OK啊我是没有啊 可是K91哦 OK我K91这边的话 算是运气好吗 这台车我是没玩过 OK他金币车的话他是只能卖那个 卖那个银币而已所以这边的话是还好 如果是说扣掉我那个 OK我这边的话是 我把我的那个OK他现在有一个战车恢复 你只要拿回来过一次哦 然后你再卖掉你后面要拿回来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官方网站了 你直接能在你的游戏里面这边的话 使用一个那个恢复战车哦 然后就能把你的那个 你暂时就是你后面他更新过后你卖掉的坦克 你都直接能从这边拿 你不用再去官网找那个客服人员了 OK我填一个那个回报单不用哦 这边的话来 我们把我的那个9101拿回来 然后现在的话还有一个5300 OK还要玩吗 我基本上如果在跟小欧巴玩的话 来我们这边的话我想一下 4500吗 4500的话是13个箱子 然后折扣30% 然后9个箱子的话是折扣33% 还有其他选项吗 这个的话是要花钱 马币44块9毛钱 我看到13个箱子 这个的话是折扣蛮多的 因为你是花那个现金嘛 所以他这边的话折扣50% 这样的话还有其他选项吗 5300的那个金币 基本上我是可以在玩 17个的话是6000 扣29% 29%17个 那样的话来 我们这边的话不要花太多的金币 我跟小胖再玩多13个箱子 OK行来这边的话玩最后一次 我是没东西想要的 不过我觉得 如果是说有那个运气 开一些自由经验是够的 如果是可以开到更多的金币是更好的 来这边的话我把9001 9001拿回来了 然后现在的话是完全没有那个金币了 来剩800而已 OK最后13个 再跟小胖玩哦 这边的话我不是鼓励小胖买箱子 如果是说你平常有在存那个 存那个金币 然后你现在有一定量的金币 你想玩看看可以 小玩的话是可以 不过你要靠这个箱子 拿到那些大车或者是 少量的箱子拿到一个 神秘票券哦 然后再开到你想要的车子 算是 算是有难度的 我觉得 所以这边的话来 小玩就好 小伙伴可以玩哦 不要不要玩太多 OK三箱了嘛 刚刚是十几个箱子 13个箱子 来三箱都没东西 他恐怖就在这边哦 他给他就给你很好 他不给的话 他的基本价值其实还蛮差的 就是 OK 像这样子 不是价值账号 就是自由经验跟自由经验票券 非常的少 来这边的话9个 接着开哦 OK来倒霉了 这边的话OK 剩8个了 刚刚哦 第一波的时候 还有金币哦 现在的话都没看到金币来 现在看到了一个金币 开到第几个 100金币哦 13个开了第5个 才拿到一个100的金币 来这边的话 不是那么的好运哦 剩7个哦 来哦 来来来 我刚说他 他就给我金币了 那样的话来 我说我没那个神秘票券 来给一张吗 OK没有了 来这种的话都是最低奖励 2000自由经验跟2000的那个自由票券 自由经验2000的话 17.88% 是最低的 然后那个普通的票券的话 最基本的那个OK 价值账号 我昨天的话我开哦 我昨天有开到一个价值账号是30天的 30天的话是0.32 OK0.32比那个神秘票券的5%还要低哦 所以这边的话来 你开到什么完全是运气啊 最后最后几个来100金币 OK 来没关系 我就是要跟小班分享了 所以这边的话他给什么的话 其实都还能接受 因为 想要的东西不多了啦 来OK 不知不觉的话 就开到了最后一个了 我现在的话1356 不哭哦 因为昨天的话 昨天真的是开到太好了 然后这边的话 没有跟小班分享到很可笑 哎呀来后面的话 都有给我一个金币 小小的回馈哦 200 200 100 500 然后这边的话 600 700 700的金币 OK下面这边的话就是 700嘛 然后第一轮的话是几个箱子 13个嘛 第一轮的比较多 200 400 然后 50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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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的话 基本上 来第一轮的比较好 第二轮的差了一点点 然后现在的话 我收藏坦克我身上 我身上就剩这几台 然后OK 这边的话7500跟7500 两个7500 两个7500的话就是15000的金币哦 然后我这边的话我如果还要再买的话就不行了 因为它剩下的是3000的金币 然后我要留一些哦 给那个到时候就是9.4更新 意大利的那个 驱逐坦克要用 因为小伙伴如果有在关心那个官方网站的那个通 公告的话最应该知道 新的意大利坦克那边的话有一个新的传奇迷彩 当你击杀敌人或者是摧毁那个敌方坦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那个 导弹的特效 所以那个那个迷彩的话我觉得 最少应该都要5000斤起跳 所以这边的话来我们今天就玩到这边了 希望小伙伴看开心哦 神秘箱子哦 如果是说你是一个你是一个新手 你觉得你要你要坦克 然后你又不想你又不想买这些县城了 你又不想买这些县城了 你想读读看哦 基本上神秘箱子的话是可以 就是给小伙伴去玩去参加 拿到什么坦克的话就不一定 这边的话来喜欢的可以玩 我是建议小伙伴用自己平常存的金币去玩 不要说特别的花钱去玩这个箱子 因为运气的东西很难说 来今天的话跟小伙伴分享哦 我们的那个神秘箱子 希望小伙伴看开心 也祝大家有喜快 这边的话记得帮他们点一个赞 大家点赞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 这边感谢大家 下一期呢一样会做其他坦克的影片 然后继续等我们9.4的更新 那今天先这样咯 下一期见大家 拜拜